你知道万磁王的心灵头盔是什么金属打造的吗? 漫威宇宙存在各种各样强大的武器装备 但它们全部由这十种顶级金属打造而成 其中有一种无名金属 现如今还没有人能够破解它的构造 但绝对属于漫威宇宙的限量版 第十种助材 钛合金 钢铁侠70%的战甲由钛合金打造 优点 强度高 重量轻 缺点也很明显 灵活度低 因此钢铁侠创造第九种助材 纳米离子金属 极具代表性的是复联3Mk50和复联4Mk85 老铁可曾听说过Mk51到Mk84是什么战甲 这个Mk是哪位大神排出来的 我一直没有搞明白 第八种 智强金属 艾德曼合金 代表人物金刚狼的骨骼由艾德曼合金铸造而成 每队前击的盾牌同样是由艾德曼合金打造 如果说艾德曼合金代表着重生 那么第七种金属 卡本纳合金代表着死亡 死士的双刀由卡本纳合金锻造而成 它可以抑制自愈基因造成不可磨灭的伤害 这也是能够撒掉金刚狼的唯一武器 老铁可知 金刚狼有一颗卡本纳合金子弹 此刻为自己准备着 也有人说这颗子弹是艾德曼合金造的 老铁怎么看 其实在地球上最牛的金属还是第六种 镇金 瓦干达能从原始部落发展为拥有尖端科技的世外桃源 全靠挖掘镇金文明 背包的突击者战甲由镇金打造 镇金已经是超越地球级的存在 第五种 牙卡金属和第四种 银河诱为准星球级筑材 永度的一把穿云剑千军万马来相见 给观众留下十足的印象 筑材正是能通过声音控制的牙卡金属 那么银河诱比较特殊也比较神秘 据说是行星吞噬者为控制和联系隐影霞 为它造的滑板 滑板内封存的是行星吞噬者本体的力量 这则是据说老铁怎么看 第三种金属为准宇宙级筑材乌鲁神刚 灭霸承载六颗无限宝石的手套 雷神的猫猫锤还有暴风战斧 借由乌鲁神刚锻造而成 乌鲁神刚堪称平行宇宙最强大的助才 可以储存魔法力量和拥有着心灵相通 据说灭霸的头盔和涂抹战斗 同为乌鲁神刚锻造而成 如果说第二种神秘的助才是万次王的心灵头盔 那么第一种至尊助才 你压根不知道是哪里来的 高科的小扣杂是不是很神奇 金刚狼的小背心是不是也很神奇 火云鲁神的拖鞋是不是更神奇 这些都是什么材料造的 我感觉已经远远超越宇宙级助才 乌鲁神刚 我称之为至尊助才老铁怎么看